大家好,我是李宗舟 欢迎收看启动生机密码二部曲 我们常说肝如果不好,人生是黑白的 这一句话听起来很频繁,却一一深远 由于肝脏没有痛绝 很多人喝酒熬夜,完全忽视它的重要性 不过有些孩子却因为疾病 若是没有患肝,就会失去性命 在这一集国际标肝中 我们除了要介绍患肝手术外 还要深入探讨台湾的肝脏医学 为何能在国际上占有一席之地 节目首先,我们要从一个越南小女生的故事开始说起 越南来的小女娃还不到一岁半 却因为胆道闭锁,达从出生后便速度进出医院 她一出生就有一点点黄 但是一直到两个月后,她就全部都黄 她有回家,但是又进医院 因为又发烧,又进医院 然后就回家了,回家又进医院 然后医生说,五个月后才说她是有肝硬化 好多人叫我吃那中药什么什么 她都没有用 所以到最后我们也决定给她换肝 经过血型及体重的评估 比妈妈捐出了左叶肝脏 结下了一生同肝共苦的母女之情 仿佛读懂妈妈不舍的情绪 一岁多的毕宝如跟着嚎啕大哭 或许她隐约知道妈妈用生命 陪她在鬼门关前走过一遭 难道避索是一种先天疾病 病童多半瘦骨连巡,皮肤暗黄 这是因为胆汁无法顺利从肝脏到十二指肠 因而导致严重的肝硬化 通常只有患肝才能挽救生命 小孩子的手术最困难的地方就是肝动脉的话 大概比铅笔心还要细 这么小的血管接起来之后 我们非常怕它会塞住 塞住的话整个肝脏就会坏掉 这样的手术即使对医生是个挑战 对一个才牙牙血雨的孩子 更是充满了无解的恐惧 一开始身上还有三条银流管 现在只剩一条 对那因为缝线掉了 那因为一般小朋友不会再给它缝 不会再把它缝起来 所以就是就很小心伤口不要 就是那个管路不要掉下来这样 对所以就是我们要为了它好 要把它固定 可是你越固定它 越压制它 其实越害怕这样 所以一次有时候换药 就是需要两个护理人员帮忙 然后家属也都要帮忙这样 所以孙丽杰的哭声 看在妈妈眼里虽然心疼 却也充满喜悦 因为至少它大口用力来不息 在活体患肝手术中 有三分之一是胆道闭锁的婴儿 而娟肝的通常是父母亲 他们为了自己的孩子 付出一切在所不惜 从有外科历史以来 一向都是生病的人在开刀 从来没有健康的正常人 且不为自己 是为别人 而且做的是一个大手术 那这样的手术 对外科医师来讲 也是很大的责任跟压力 因为这些都是健康的正常人 我们不能让它变成病人 那所以这个手术 我们务必要把它做得完美无缺 那不容许有任何的查错 静默的手术房里时间悄悄地走着 这场女死神的拔河 最怕难以控制的大出血 人体大部分的凝血因子 是在肝脏合成 那么一个坏到需要换掉的肝脏 它没有办法合成足够的凝血因子 所以很容易出血 那么当然比较快的换化 可以用电烧 电瓶等等换化比较快 但是最保险最牢靠的质血 还是一针一线 慢慢去把它结杂 缝合 所以你看到我们的手术 大概一个放肝手术 都要打上千个结 因30年来 这双巧手操到1000多例肝移植手术 更创下世界首例 零输血的记录 平均不到30cc的出血量 被日本誉为人类的极限 甚至被改编成漫画 小说 并搬上一幕 然而这绝非只是个人英雄的故事 而是台湾共同缔造的传奇 1984年 一个还是万年国会的保守年代 林口长庚首度采用脑死定义 进行器官摘取与移植手术 在正反两极的舆论中 主刀的陈兆龙遭到调查 尤其在他之前 日本一名教授才因移植手术失败 被以双重谋杀遭到起诉 我们那时候采用的脑死判定基准 跟判定程序 都比当时欧洲美国用的标准 还要严格 那么虽然我们那时候 台湾的首席检察官陈寒先生 他也来含表示关切 不过面对之一 我们也非常明快地公布所有的病例资料 更重要的是 我们的受肝者顺利出院 那么也成为亚洲第一个成功的 肝肝移植手术 那么陈寒首席检察官的关切 就在那时候就签结了 手术成功落幕 促成台湾在1987年 成为亚洲最早颁布脑死器官移植法令的国家 从此台湾的移植医学一路领前 有的时候危机就是短机 因为台湾的肝脏 捐证者少 捐证者少 可是又需要肝脏移植的人多 那势必有人只好发展 像日本一样发展活体肝脏移植 那这些纯技术性的东西 当然做多了就会熟练 台湾在绝境中走出一条生路 只是耀眼的成绩 背后还有一段艰苦的奋战 那是另一个大时代的故事 欢迎您回到启动生机密码二部曲 提起肝炎 很多人知道它是华人特有的疾病 它没有明显的症状 却是造成肝癌的头号元凶 三十年前 台湾曾是逼肝代源率最高的国家 后来在行政院科技顾问组 以及卫生署的带领下 全面为新生儿施打逼肝疫苗 这场肝炎盛战 不但成功地阻断母子垂直感染 也为台湾在国际公共卫生时 留下辉煌的一夜 一个祖孙同乐的画面 看似西中平常 却满意着上天极大的恩典 就按哪一个 2002年8月 原本就有V型肝炎的求日春 突然食道经脉流出血 腹水高达7000cc 生命违在旦夕 整个就是大肚子 好像九个月快生的那种感觉 然后全身上下就直伸肚子是大的 其他都是很瘦很瘦 然后脸是那种黑 发青发黑的颜色 由于肝硬化严重 等不及大癌绢肝 两名女儿在紧要关头 挺身就负 我们那时候都很瘦 然后就是医生觉得说 可能那个肝的容量不是 切下来可能不是那么够 就是绢肝者跟那个受肝者 可能都会不够用这样子 对 所以说可能就是需要两个人 一起进去 高雄长根用21个小时 完成全球第三例 活体双肝移治手术 50岁生日那一天 他顺利出院 两名女儿捐出了新肝 成了宝贵的生日礼物 当初就生病的时候 也是好像说 大家去求神问普吧 希望能够神佛能够救夺了我 身体能够好起来 结果还是没办法 结果还是菩萨就在家里 都没有想到的 家里那两尊菩萨救了我 如果没有那两位 我真的早就不在这边了 所以现在家庭对我来讲 比什么都重要 幻干之前他就是一家之主嘛 然后也不会帮忙做家事什么的 因为他都在忙工作 然后幻干之后 他就 他都会 家里洗碗是他 然后他就会拖地啊什么的 就变得很 以家庭为重的那样子 我这十年来是我人生最快乐最幸福的日子 都不会去想太多 工作也不会说还要积极地去争取 想要多赚一点钱存起来 都不会这么想 想说过天四天就大家快快快快快的生活下去 一场生死交关的危机 把这家人拢得更加紧密 但不是每个鼻肝故事都有happy ending 台湾四十岁以上的成人 有百分之九十感染过鼻型肝炎 这是欧美的一百多杯 他们有五分之一会终身代源 成为肝癌的高危险群 人类的免疫系统就像警察 本来这个警察 坏人很多在街上跑他不在乎 等到这坏人到一段时间他开始减少 警察越来越强 他就会发现这个坏人才去打他 但这个警察 因为这个坏人是住在肝里面 这个警察又没有办法跑到肝细胞里面 把他抓出来 他是从外面放一炮 把他的这个 这间房子里面有坏人 放一个大炮 碰给他打 这是免疫系统的 然后一打以后这个口网子就 扣他吃了 鼻肝代源者中有二分之一的男性 和七分之一的女性 会演变成肝孕化或肝癌 这是肝病变典型的三部曲 打从民国七十五年 由统计数字以来 肝癌在国人死因榜上 一直排名冠亚军 他背后的货根正是B型肝炎 以前是80%是B型肝炎 现在的话 北部的话 差不多肝癌大人的 肝癌超过60%是B型肝炎典型的 其他的35到40%是7%的 但是小孩子很少吸引肝炎 所以小孩子一旦有肝细胞癌 100%到现在为止还是一样 100%之外都是B型肝炎典型 如与其他先进国家罕见B肝 台湾没有太多的参考及澳元 要打败这个顽强敌人 唯有自立救济 这个故事要从30年前说起 当时台湾经济开始起飞 流行承染疾病逐渐减少 但B肝一直居高不下 台湾地区的B型肝炎的代源者 当时计算有300万 它的代源率是15到20 那么这个比例是全世界最高的 肝炎典型是到最近这十几年来才可以治疗 以前都不能治疗 所以以前的意思一定是跟他们说 你这个B型肝炎典型肝炎都没有办法可以治疗 只有追踪而已 那追踪有什么用处呢 追踪就是坐以待毙 当时无药可医的B型肝炎 人人文之色变 一直到1980年B肝疫苗在美国问世 一切有了转机 那个Mirkel已经做Face 1、Face 2做完了 因为做Face 3一定要在高感染地区做 它美国很低嘛 所以他就到台湾来做 是那个时候引起大家的争议 大家就说你怎么把台湾的小孩子当作实验品 必必权衡 国益拿捏 但情况十分危急 因为美延后一年施打疫苗 以后就多出3万名的B肝代源者 妈妈传小孩的话 百分之九十变代源者 如果像我们成人才感染的话 不到百分之三变代源者 那代源者是后来引起慢性肝病的元凶 所以你想想看 这个病毒就是越早感染越容易变代源者 从出生那一刻 结断母子垂直传染的途径 成了最后的共识 行政院科顾组成立肝炎防治中心 一场史无前例的肝炎盛战就此开打 拜科技之四 肝炎防治的宣传活活又生动 不过在30年前 只有这种很出街的宣传手册 书签 海报 车厢广告 还有电视及广播宣传 更别提行车官员 医护人员 公共卫生单位 上山下海到处卫教 台湾请全国之力要打赢这场仗 这个疫苗政策已经拯救了很多人 使他们免于变成B型肝炎的代源者 尤其现在最近十岁下 小孩子的B型肝炎代源率 可能就接近百分之零点五 那以这个趋势估计下去 这个会继续往下降 台湾从代源率世界第一 成为和欧美国家齐平 承接令人刮目上看 全球顶尖的科学期刊 将台湾肝炎科技的邮票印在封面 而后的新伊格兰医学期刊 更登出一篇令台湾名流医史的论文 这是人类首次用疫苗 来预防癌症的成功案例 都在全世界的肝病 不管是美国肝病学会 欧洲肝病学会 当然亚太肝病学会 台湾的这个学术界的 这个占有的重量是相当重的 因为有很多一手的资料 从我们这里出去 如今WHO178个国家 都跟着我们的脚步 全面对新生儿施打鼻肝疫苗 这场漂亮的战役 让台湾成为世界表感 欢迎您回到启动生机密码二部曲 根据统计 台湾每年约有500名病患需要患肝 这种庞大的需求 磨出优异的经验 使得台湾患肝移植手术 在全球名列前茅 台湾患肝手术 不但创下许多世界第一 但更重要的是 病患存活率 远远超过美日等先进国家 也让台湾在国际医学领域 占有一席之地 再次见到宝如 她已开始学走路 过去一直躺在病床上的她 用尽全身力气 想探索这个世界 她说不定的 很浪动啊 这个很浪动 过去一进整间就把口大哭的她 现在已习惯一切 转眼间似乎长大许多 好生气哦 10.8公斤 耶 你长大了 两个月内体重直线 串生4公斤 等于增加了70% 脆弱了生命在树后 万然一新 目前的用药呢 其实还是会导致 她的整个抵抗力 还是不好 所以我们才会建议小朋友 一般来说 他们尽可能的不要去 这种人太多的公共场所 刚重建的小生命 经不住风吹雨打 这让肚子伤口还在 无法抱女儿的碧妈妈 双手一直没有停过 上午八点不到 肝脏一支小组 以全员待命 进行战场前 最后的沙盘推演 房大的团队里 不难发现几个 轮廓深邃的面孔 他们是瓜地马拉吉的 医护人员 特地远到来台见习 因为我们有很多 胃疾病 最多的患者死亡 因为他们不接受 正确实的治疗 教授给我们的机会 在瓦特曼里 所以我们回到瓦特曼里 我们可以开始 训练 除了瓜地马拉之外 包括日本、美国、俄罗斯、 新加坡等国医师 都曾经前来取经 逐步全球的医疾 却不另和国际分享 医疗本来就是救人的学问 不应该有常识的观念 因为一个外科医师 能够救的还是有限 那我忙了一整天 也不过是救一个人 但是我如果交给十个人 十个人一次就可以 救十个病人 十个人再交给一百个人 那他可以一次 救一百个病人 除了代训外景医师之外 长登医治团队还七度获腰 到亚洲各国家级医学中心 进行活干医治示范 延安成了台湾医界 输出国际的软实力 而这样的机缘 可能在六十年前 早已见下根基 1954年 林天佑教授以独创的手指切干法 受到英国剑桥大学之邀 编撰英文教科书 成了台湾第一个 站上世界舞台的外科医师 肝肠是一个充满血管的器官 你如果整个切下去 用刀子切下去 那当然除了肝脏 的食指以外 所有的血管 胆管都会切断 所以他的构想 就是用手指 把这个肝的食指捏脆 那剩下的就是血管跟胆管 那再把它绑掉 所以这个叫做手指切干法 当时还只是 住院医师的陈兆龙 负责画插画 在耳濡目染下 他接放继续成就 台湾的标竿传奇 残生全球前五大肝脏矣植中心的高雄 像长庚吸引了许多外来病患求诊 包括美国知名艺术家 日本及菲律宾儿童 尤其和香港共同缔造 一干两用的记录 让台湾医学在世界 稳站一席之地 挨过三个月的观察期 保禄一家人再度重逢 在微凉的晨曦中 踏上回乡的路 每次到机场又快点快点上飞机 我怕上飞机就安全了 从此生那里赎回的生命 要更加的小心呵护 为人父母的只有那微小而平凡的心愿 我真的最想住微墙 看到姐姐跟家人 希望她越来越好 快点长大 带着台湾的祝福 及妈妈给的心肝 宝如将回胡正宁市 展开新的生活 台湾宝岛之地 则将成为这家人 最感动的回忆 小小的台湾 在肝脏病理的研究 可说是世界翘楚 不但逼肝防治有成 更把复杂的患肝移植手术 做到尽善尽美 在下一集节目里 我们要特别为您介绍 台湾澳事全球的医疗强项 我们下次再会 我们下期再见